聊天室的程式 這是剛剛那個聊天室的專案 所以你才用git.clone 可以抓下來 如果你要抓這個就把這個網址 git.clone這個網址就可以 他這邊會有withme就是告訴你說 這個專案是做什麼的怎麼用 然後他就告訴你說這個專案請參考getting start 那就是剛剛那篇文章 你把它打開你就發現是剛剛這一篇文章 他就告訴你怎麼樣寫這個 怎麼樣用這個韓式庫 怎麼樣寫一個簡單的聊天室 那這裡整個專案裡面除了readme 這個是提供你 一些訊息的檔案以外 另外有package.json 這是用來 設定說這個專案用到其他什麼 哪些專案 然後這個專案的名稱是什麼 作者是誰的那些資訊 所以你可以把它 打開你就會知道 OK 這個專案的名稱叫做 subkit.chat.example 那他的版本是0.0.1 因為他只是 展示範例 那 myfirst suckit.io app 然後他有用到 Express這個套件 他有用到 suckit.io這個套件 Express套件我們之前好像有介紹過一次 我們只用他來加靜態網站 基本上在這裡他使用Express 也是同樣的目的 只是用來加靜態網站 那subkit.io這個套件就是 就是今天這個 聊天室所要使用的通訊 的函式庫 OK 那接下來呢 你就可以看到說OK 他裡面有兩個檔案 這個是客戶端 就是那個網頁 那伺服端 index.js 我們先看一下伺服端 伺服端的程式碼 不常 他就是說 我使用Express.套件 而且建立一個 Express.套件的 案例 因為Express.套件 引用來之後 它是一個函數 加上括號就是呼叫那個函數 OK 這樣就會建立一個 Express的 應用 所以他叫app 然後他require http.server.app 的話就會 把 這一個 應用 應用呢 再建立成一個 http的 的 的 元件 然後 io 這個就是 使用Socket.io 韓式庫 這是為什麼剛剛要裝這兩個韓式庫的原因 Express 和Socket.io Dependency 是不是會寫這兩個 OK 那接下來呢 他說App Gate Gate 斜線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就是說你 不是這個 你不是在 這裡嗎 你不是打 沒有打 沒有打 任何路徑 那就是 根目錄 當你 當他接收到根目錄 當他接收到根目錄的時候 他就回應 index.html 給對方 所以你這個程式基本上他就只是回應index.html而已 他 他沒有做什麼事情 那接下來 這才是 這一個真正 真正可以聊天的原因 他做了什麼事呢 他io.onconnection 就是 在 連線進來的時候 我就會呼叫這個函數 OK 呼叫這個函數 而且他會建立一個 Socket Socket 就是 插座 那其實就是一個網路通訊界面 那 他建立這一個 通訊界面之後呢 他 去觀察 偵測一個事件 用on來偵測事件 什麼事件發生 Chat message 這個事件發生的時候呢 他就要再次呼叫裡面這個函數 好 好 來 Chat message的事件發生的時候就要在呼叫裡面這個函數 那呼叫裡面這個函數他做什麼事呢 他就 呼叫這個Socket.io.emit emit emit就是發出一個事件 發出一個事件 這個事件就叫Chat message 然後呢 把訊息 送出去 事件的名稱叫Chat message 事件的內容 就是那個訊息的內容 那這個事件 那這個事件到底發給誰呢 這個事件會發給所有的 連進來的客戶 也是所有 曾經連進來的那個Socket 那邊 OK 所有連進來的Socket 我送出去 那也就是 一旦有人 送訊息過來的時候 我會把它 廣播給所有人 廣播給所有人 所以他就會在3000建立一個 建立一個具有這些功能的伺服器 在3000裡面建立一個具有這些功能的伺服器 那這就是我們 伺服端的程式碼的邏輯 接下來來看客戶端的程式碼的邏輯 客戶端的程式碼當然就是一堆HTML CSS 剛有同學說 請問請知道代表什麼歷史 代表上學期 沒學好 為什麼呢 因為 緊字號就是ID 點呢 點就是class 前面什麼都沒寫就是tag OK 那所以 緊字號就是ID 所以他所謂緊字號message就是指這個 也就是說 他這些東西的屬性都要套到這一個 標記上面 OK 那所以他就是在做什麼 他就是在做 做下面的這一塊的美化 下面這一塊的美術的美化而已 OK 接下來呢 客戶端裡面有一個表單 有一個表單 然後裡面有一個叫send的按鈕 send的按鈕 然後 接下來他引用了sucket.io這個韓式庫 客戶端也要有這個韓式庫 然後呢 伺服端也有 剛剛已經用 另外他用了jquery 而且他有指定版本 他用jquery 那接下來呢 sucket 建立一個 sucket.io之後 他說 如果表單 對於這個表單呢 如果有人按出送出鈕的時候 或者是有送出事件發生的時候呢 他做什麼事 他就 發一個訊息 發一個訊息 事件出去 這個事件呢 就是 事件名稱是chat message 內容 就是m.value 內容 就是這個m.value 也就是你輸入的文字 OK 這個m就是你這一個 你輸入的文字 所以他會把你按了什麼 送出去 然後呢 送完之後 又要把這個文字清成空白 所以你看 是不是我今天 這樣子 等一下 我的伺服器關掉 對 我今天按下去之後 他會變空白 就這樣 雖然那個伺服器關掉 所以現在應該是沒有作用 他發不出去了 接下來呢 他說 Socket的連按 這是在接收 伺服器端傳來的chat message的訊息 如果伺服器端傳來訊息 chat message 這有事件的訊息之後呢 我就接收 接收到訊息之後 做什麼事呢 他就把 接收 他就把這個訊息 補到 message 裡面 而且用 LI的方式補 用LI的方式補 那也就是 看message在哪裡 message 在這裡 所以他會補在這個 UL的裡面 多加一個 LI 多加一個 所以你可以 在 這裡 其實你如果 透過開發人員工具 去看 這裡現在是有 有問題 但是你透過開發人員工具去看 這個 目前這裡 UL裡面是不是有一堆LI 這個LI 這個LI就是剛剛的 他補的訊息進來 他每接收到一個訊息 他就補一個LI 每接收到一個訊息 他就補一個LI 所以你才會看得到這些訊息 這是這個原因 所以他整個程式其實非常簡單 伺服端 10行 客戶端 10行 左右的主程式 就結束 OK 所以這個Socket.io 是很好用的 只是他比較偏向於 他是一種連線導向的 設計 就是說 你一旦連上去之後 他就一直維持連線 一直到 一直到你 整個瀏覽器關掉 他這個Socket.io 才離開 那不然的話就是你要強制 在CLI端把他關閉也可以 可是一般來講 Zone一旦連上去就是會維持連線的 所以他是一個 比較連線導向的 那之前我們 你看這個伺服端的程式 伺服端的程式 這裡 有沒有 像這種App GET 這種東西 他是你連進來一次 我就傳回一個網頁給你 之後就 我們兩個沒有關係了 下一個人再連進來一次 我再傳回一個網頁給你 之後我們兩個又沒關係了 OK 這種就是非連線導向的方式 所以 Socket.io 比較像連線導向的方式 那 這種http比較像非連線導向的方式 那兩個 的 的 設計裡面不太一樣 那我們上禮拜所用的那個Socket 也是連線導向的方式 所以這一個東西才會叫Socket.io 那這個 這個技術才會叫WebSocket Socket.io Socket.io 是WebSocket的 一個包裝後的還是 不呈現結果 OK 那特別是在Node.js裡面 要用WebSocket 通常我們就會直接用Socket.io 這樣大概清楚它的程式碼的設計 OK OK 再看一下 那 順便你 你看一下它的那個 剛剛我們講解完之後 你去看一下它的這一篇文章 就會比較容易知道它到底在幹嘛 OK 一開始它為什麼要測試一個Halor 就是 它要確定 它現在的這一個 這一個 這一個HTML的內容有沒有丟出去 可不可以正常運行 那等到 後面它就一直加 可能海端的程式碼和收尾端的程式碼都越來越多 那這時候 運作的狀況就每 每次都會有進步 一開始是先把界面設計出來 但是沒有功能 那等到它把 功能放進來之後 那就真的可以傳送訊息 OK 那整篇文章大概講的就是這件事情 建議各位稍微看一下 如果你英文OK 就稍微看一下它寫的 它寫的其實寫的很好 好 好